好了 钟佩君勇敢说出了遭到朱雪恒性骚扰事件之后 MeToo事件延烧 现在云林现议员陈芳盈也揭发遭到名嘴性骚扰 他被骚扰的时间是去年年初 决定从台北回到云林参选现议员 因为知名度不足 媒体圈的朋友邀约他都非常的珍惜 他把骚扰他的对象称为西名嘴 他说西名嘴约他还有一群朋友吃饭 据到一半的时候 西名嘴带着酒意 当着另外两个人的面除严骚扰 他觉得深受冒犯又不想得罪对方 只能够打哈哈把话题带过 没想到他第二度又开口同样的骚扰 他还指出西名嘴有骚扰女性的记录跟习惯 有一部分上了新闻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跟他一样选择了隐忍 因为不敢得罪他也因为没有证据 后来钟佩君挺身而出 他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像被电击到了一样 不过这时候他还是忍着 直到他看到了西名嘴上节目 痛批朱学恒 他突然有一种愤怒从心头熊熊燃烧起来 这才打破了他的犹豫跟迟疑 说西名嘴比朱学恒还要恶心 还说他完全可以理解 钟佩君看到朱学恒 批评性骚扰的那种反味恶心的感觉 密兔事件延烧到了云林先议会的女议员 好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